在得知陈鹤腿部受伤后 二婚妻子的反应 大家才明白他为什么抛弃13年初恋 转身投入了张子轩的怀抱 一次 陈鹤录制综艺时腿部受伤 然而张子轩得知后 便立马推掉了所有工作 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承担起了照顾伤员的重任 张子轩不仅亲手熬了一大锅大补汤给老公喝 为陈鹤换药时 他更是直接蹲在地上 用手去触碰陈鹤受伤的脚也毫不嫌弃 同时还不忘调侃他的脚肿的像猪蹄 两人一边换药一边斗嘴 不知不觉中 就将陈鹤心中的不愉快一扫而空了 在陈鹤准备洗澡时 张子轩也贴心地拿出保鲜膜 将其受伤的腿部包得严严实实 之后又拿出一个密封带套在陈鹤的腿上 整个过程非常自然且毫无怨言 张子轩就这样以陈鹤为中心 日复一日照顾着他 直到陈鹤的伤痊愈为止 在这之前 大家都不理解 他为何会抛弃陪伴13年的初恋许境 也要跟二婚的张子轩在一起 直到现在才终于明白 原来陈鹤想要的婚姻 只有张子轩能给他 陈鹤与许静是青梅竹马 两人从校园到婚纱 整整用了13年 然而谁也没想到 这段婚姻仅维持两年就结束了 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就传出了他与同剧组张子轩的恋情 彼时 模特出身的张子轩已经凭借出演《匆匆》那年 失恋33天 在娱乐圈积攒了一定的人气 因此 这段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但面对舆论的压力 陈鹤还是坚持选择与张子轩结婚 在两人结婚第一年 张子轩就为他生下一个小公主 从此淡出娱乐圈 开启了网店 在家相夫轿子 如今他与张子轩携手走过了七个年头 陈鹤一直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 幸福都写在了脸上 反观陈鹤的前妻许静 离开婚姻的束缚后 活成了自己想要的魔力 热爱自由的他 这些年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 足迹遍布50多个国家 各种美食 美景将他包围 跳伞 滑雪 潜水更是不在话下 后来 许静还邂逅了一位外籍友人 照片中的他神采飞扬 笑容明媚 就可以看出 他似乎找到了理想的生活状态 看到如今陈鹤与许静截然相反的生活轨迹 才明白导致两人离婚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毕竟陈鹤是一位传统的男人 想要的是家庭归属感 可对于许静来说 比起爱情和婚姻 他更向往自由和更广阔的世界 两人都给不了对方想要的生活 或许即便没有张子轩 也难逃离婚的命 反观张子轩 正好是能给陈鹤这份家庭归属感的女人 把家里的里里外外 都打理得非常统齐 一段坚固且长久的婚姻里 夫妻俩须不乏一致 携手并进 才能够走得更长远